自6月以来,香港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 旅客量锐减,香港旅游业遭受创伤 9月10日,逾百位旅游业界代表发起巴士慢驶游行 抗议示威活动影响深进,希望社会尽快恢复瓶颈 10日上午,60多辆旅游巴士汇聚九龙湾城起道 枕装待发,随后旅游巴士经东区海底隧道 东区走廊及湾载绕道,慢驶至京中政府总部请愿 导游代表,巴士司机代表,旅行社老板等纷纷发声 表达连越来社会纷扰,为旅游业带来的打击和影响 并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递交请愿信 政府派代表接收 活动召集人叶志伟表示,此次活动仅用了一周时间筹划 得到了众多巴士司机的支持 他希望以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业界反对暴力的呼声 既社会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叶志伟称,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 旅游业受挫,可能出现骨牌效应,影响甚远 对于此次暴乱对旅游业的影响,他形容犹如被火烧一样 严重的程度就好像被火烧一样 你说寒冬都会有新机,现在是好像烧盡那样 给一些不代表我们香港人的人,要我们市民去埋单 是在烧紧我们的社会 其实我新医师,长医师,香港土生土长大 我其实对这个地方,香港这个地方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 但是现在这个是一个挫折的时候,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不知道何时停,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何时停了的时候 我相信香港人的毅力会慢慢重建回来 还有希望政府要早点去评论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称,示威活动已至防港旅客 出现断崖式急跌,其中防港内地旅客下跌超过四成 在跨境巴士方面,来往于内地和香港的跨境巴士载客量 近两个月来已下跌一半以上 崔定邦移提到,超过九成的旅游巴士购买是采用按揭的形式 因此,连续多月无收入,使很多旅游公司周转艰难 恐难以维持升级 巴士公司老板黄先生称,此次站出来是为了公司和司机们发声 他表示,公司连月亏损已接近破产 希望大家团结,支持警察执法,还社会安宁 我出来为了我的司机,为了香港和所有的人 因为25万的旅游从业员,他背后一家四有,等于有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将会面临没有饭吃,没有收入,那他们怎么生存呢 希望这个风波事件尽快平息,和给我们一碗可以吃得下的饭 希望大家团结,支持中国香港警察的执法 我们巴士收入是零收入,还要付资产 对于香港的未来,崔定邦表示审慎,但仍抱有希望 他称,香港是国际旅游城市,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相信日后纷争平息,旅客会慢慢回来 目前旅游业界因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尽力去面对